观光值于东部海岸风景区管理处位在台东独立部落的4K即时摄影 在29号晚上8点多拍摄到星空中 有一道很明显的光亮不明雾划过天际 而且时间长达23秒 可以看到右侧天空突然有巨大的火球物体还托着长长的尾巴 接着出现类似爆炸的情况 在短短的出现白色亮光后才消失 而刚好当时东海岸气候良好过程才能清晰的被拍下来 而在南横亚口装设的4K星空摄影机也在同时间拍到这个景象甚至时间更久 把画面po上网脸书求解引来不少网友留言 有人说是火流星或是火箭残骸 也有人开玩笑说是外星人 甚至有人说是北韩又在发射飞弹引发网友讨论 东森新闻吴亦林台东报导